那么另外一个派别呢 就是从这个孔德开始的 他就认为你用哲学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黑格尔那儿 哲学什么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 把自然科学也包含进去了 化学都包含到哲学里面了 他认为这个是危害了科学的发展 危害了科学的发展 所以他就说你这个哲学 你不能够把我自然科学 把它包到你的这个哲学里面 自然科学要独立出来 那么这样他就要求什么 要据掣形而上学 要据掣形而上学 我们不讨论本体的问题 我们讨论论和知识论的问题 那么这样就发展出了一个什么呢 发展出了另外一派 就是强调这个 就是他的哲学 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 在一个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 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 这个实证哲学的发展 就把这个哲学 就陷到对知识论的研究 对知识论的研究 所以从孔德以后 孔德以后特别到维也纳学派 完成这个转变的时候 他们从这个修默 从康德出发 就是你把它划开了 然后我就把它重新 沿着这个知识论的角度 就是说来开展研究 这两派看起来是对立的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从近代哲学 到现在哲学转型的 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来说明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一个强调我要建立新的方法 返回到这个历史学 从这个历史学里面建立新的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 它就是什么 我要求这个自然科学的话 那么自然科学直线于论识论 而不能探讨哲学的 这样一个本体论问题 所以都强调了自然科学 不能够简单地运用于 这个诗变哲学 去说明这个哲学的本体论问题 这是两派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说它从青年黑格尔派的 自由哲学里面发展出来的 就形成了第三派 形成了第三派 所以我们说第三派呢 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在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 转型当中的第三派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三派 这个第三派 它有什么思想来源 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它会形成一个单独的派别 单独的派别 在二十世纪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经历 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那么当时呢 我们看看它和青年黑格尔派的 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说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 它对这个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以这个自由为哲学的主题 是以自由为哲学的主题 那么以自由为哲学的主题是什么 它要探讨自我意识的问题 探讨人的自由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呢 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可以说呢 它也是提出来一个本体论的问题 在这个里面呢 它和这个非理性主义一样的 都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本体 它不是一种实证哲学的方向 包括马克思和恩克斯 当时都批判了这个实证哲学 批判了实证哲学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它开展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就是这个青年黑格尔派呀 它是从这个黑格尔哲学里面 分化出来的两个 就在批判这个黑格尔哲学当中 就是黑格尔去世以后啊 就是这个德国呢 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开始强盛 那么就开展了这个反封建 这样反宗教的这样一个斗争 这样一个斗争 在这个斗争当中呢 黑格尔哲学呢 这个学派就发生了分化 一个呢是老年黑格尔学派 老年黑格尔学派呢 主要是强调黑格尔的体系 认为它的体系是有价值的 而青年黑格尔学派呢 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价值的 它的体系是保守的 所以这样的青年黑格尔派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时候 就发现了它的一个辩证法 那么马克思呢 就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的思想 继承了这样一个辩证法的思想 那么在继承这个黑格尔的 这个辩证法的思想当中呢 费尔巴哈的哲学 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响啊 可以说是最大的 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就是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产生了一个影响 什么东西产生了影响 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克思啊 他自己的一个表述 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号 给在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啊 他明确地表明 当时1844年的时候 马克思正在筹办这个德法连见啊 在办那个德法连见 那么办那个德法连见以后 他把德法连见的文章还给了这个 费尔巴哈看了 并且还向费尔巴哈约稿 并且向费尔巴哈约稿可以看 就是马克思呢 在这个信当中啊写 他非常的这个 对这个费尔巴哈啊 具有这个崇高的敬意和爱戴 就是他是 然后呢就指出 他说他说他敬意在什么呢 他说 灵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 尽管篇幅不大 但他的意义却无论如何 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两部著作当中 他说这个打了一个括号啊 我不知道是否有意的 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而共产主义者 也就立即这样理解你的著作 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 能和能与能的统一 从抽象的天上 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 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所以这是马克思啊 讲了他对这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理解 那么他这列举的 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 以及他后面列的基督教的本质 那么这三部著作呢 是费尔巴哈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也就是说他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这些著作呢 他主要的发表在四十年代 这个四十年代呢 是费尔巴哈的能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发展的鼎盛时期 发展的鼎盛时期 所以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 并且把他们当作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 受到费尔巴哈的能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影响 其中能本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以前呢就讲 马克思这个受费尔巴哈的影响 主要是唯物主义 那么他的唯物主义的性质是什么 马克思受到什么影响 其实马克思作为他真正受影响是他的这个 人本主义思想 人本主义思想 就是说什么呢 费尔巴哈强调对宗教的批判 把宗教还原于人的本质 还原于人的本质 马克思可以说受到这个影响非常的深 比方说 他在1844年金军学手稿里面 对人的本质的分析 包括用的这个类概念 就是很多概念 他用的都是费尔巴哈的这样一个概念 同时呢 包括对这个黑格尔精神向学的分析 他也是以这个费尔巴哈为中介的 强调了 从费尔巴哈的这个能本学 以能本学来对比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认为怎么样从黑格尔的这样一个哲学体系里面走出来 那么这样呢就是由于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哲学 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是马克思自己啊 这个我们从他早年的信当中啊 来看一看他的这样一个 他自己讲是他怎么受到影响的 那么呢恩格斯呢 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我们看一下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当中 就是在这样一个书的书当中啊 他是怎么谈这个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的 他其中谈到这个 当时呢他在讲的时候 他说这个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这一个书的出版 所带来的当时的社会影响 以及对他们的影响 他说这部这部书的解放作用 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 才能想象的到 那时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的欢迎这种新观点 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的影响了他 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 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所以恩格斯当时在写这个的时候 就是显露的维系费尔巴哈和德国武典哲学中学 实际上是对他们思想发展的一个回顾 这样一个回顾 那么这样一个回顾当中呢 他特别强调了费尔巴哈对他们思想解放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说从这个宗教批判当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1845年 才开始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行清算 那么这样一个清算呢 它主要是消除费尔巴哈哲学当中的 自然主义和非政治批判的特征 就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哲学 它的缺陷是什么 它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实践的批判的力量 实践的批判的力量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再一个呢就是费尔巴哈呢 想以宗教的批判代替政治的批判 而马克思呢刚好强调 哲学就是要从政治的批判开始 就是要从政治批判开始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在批判当中 他只是消除他的自然主义和非政治批判的这样一个特征 却保留了他关于能得自由 能得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 这也就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样一个马克思早年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 然后到他的思想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是他们的成熟的著作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好是在不断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青年黑格尔派研究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 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 他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形成 他的哲学起源是什么 他的基本观念是什么 但是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仅仅看到他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联系是不够的 还要同时看到其他的思想起源 那么他的第二个思想起源呢 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是古典政治学 什么叫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我们说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 他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的 资本主义经济 他的核心观点呢 是强调经济对于政治的独立性 强调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由于这样一个观点 所以政治经济学 对于封建时代的观念来说 他本质上是批判的 因为在封建社会 人们习惯于使政治重属于经济 认为经济重属于政治 认为经济这个社会 其主导作用的是政治 你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马克思把这一个时期的国家 叫做什么 叫做政治国家 就是他的整个社会结构 是以这个政治为轴心展开的 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 那么现代国家 马克思后来提出来 和政治国家相对的 叫什么 叫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强调什么 整个社会的族心是经济 你政治必须服从经济 它是以经济为这个轴心来展开的 而这样一个观念呢 可以说就是在政治经济学里面 古典政治学里面 就首先提出来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个产生 它本身是也是批判的 这种批判的主要是针对封建主义的 是针对封建时代的这样一个 包括他的国家观念 对人的观念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 观念的这样一个批判 观念这样一个批判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呢 在他们的时代呀 非常 所以这个古典经济学 也是属于理性主义思潮 也是属于理性主义思潮 因为它强调这个经济的发展 强调经济的发展 这个研究这个政治经济学 这个古典经济学呢 可以说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 形成和发展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起了十分重要作用 首先呢 这样一个哲学意义呢 它使马克思恩格斯 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当中 去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的整个的对历史规律的研究 它有一个起点 它不是 它得出来这个社会形态的概念的变化 这样一个一个结论 它不是仅仅认述这个古代形态 而是站在什么呢 站在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思想上来进行研究的 它通过研究现代社会 而发现了找到这个现代社会的起源是什么 它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所以形成它关于社会形态概念的这样一个主线 这样一个主线 所以它是立足于 那么它对现代社会研究的这样一个起点是什么 就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起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作用 就它为了解决这个关于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它就开始研究这个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说正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克斯 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 发现了能获得个性自由的社会条件 发现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 真实关系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义 那么研究政治学的第二个意义 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呢 使马克思和恩克斯能够把资本主义 当作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进行研究 因为资本主义 这个古典经济学啊 它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经济发展 它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心境 和封建社会不同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来研究了 所以马克思在研究这个 就是对现代社会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形态 是不同于这个先前社会的形态的话 那么马克思就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啊 就进到了社会形态的研究 社会形态研究 所以它就创造了社会形态理论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 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要研究社会形态 研究它的起源 现代社会的起源 以及它未来的发展 它一定要进行一种历史主义的描述 而且它杂根在一个社会形态当中去研究的时候 它就形成了一个 就说不是从损逻辑上去推演这个社会的形成 而是在历史的描述当中 从这个社会的矛盾当中 去揭示这个社会的它的起源和它的未来发展 这就形成了它的历史主义的思维 我们在前面讲马克思主义和西方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态度是不同的 就是西方哲学家呢 他在研究 他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理念 一个最高理念 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做认证的 所以他从来不把资本主义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来研究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同 他是把资本主义 因为他是要批判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来进行研究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研究 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总是把自己宣布为世界历史的普遍 但是他们因为忽略了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生产方式 他的社会形态 所以他没有抓住什么是普遍 马克思刚好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当中 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历史普遍性当中 抓住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了世界历史的普遍 所以刚好马克思从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 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这样一个相对于封建来说 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社会形态的分析当中 发现了现代社会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一点可以说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里面 找到了他的这样一个哲学基础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认为 我们现在把经济学的研究 把马克思分为三个组织部分 一个是哲学 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讲的古典经济学什么 它对于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不是把马克思哲学都产生了 它不仅仅是说 它仅仅是从德国古典哲学来的 它同时把其他的思想都作为它的基础 可以说它的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它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都经过了什么 把这样一个古典经济学的东西 把这个空想社会主义东西 把它上升为一个哲学的观点 上升为哲学观点 通过它的哲学的过滤 然后才形成了它的经济学 和它的科学社会主义 所以这样通过了它的哲学观点 才转变为这样一个 它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学说 和它的社会主义学说 都经过了哲学观点 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 是古典政治学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意义 也就是说 他们怎么样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学来改造哲学 形成自己的新的哲学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邀请 感谢观看